蘋果的3家iPhone供應商有望加入印度的製造業刺激計劃 印度亦因此很可能在未來5年取代中國 成為最有吸引力的智能手機製造業基地 請聽報導 印度媒體星期一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報導說 印度政府將在星期三召開內閣會議 預計將就一項生產激勵計劃PLI做出批准 蘋果公司的iPhone供應商有望和批加入這個66億美元的刺激計劃 印度政府推出的PLI計劃目標是在未來5年內 在印度生產價值1,500億美元的智能手機 截至目前,有12家企業符合PLI計劃的條件 其中包括蘋果公司的三大代工廠 如臺灣的鴻海、韋創、和錫 其中鴻海提出了兩份申請 這三家企業組裝的iPhone銷往全球 目前這三家企業的生產線主要位於中國大陸 印度的PLI計劃向外國企業開放5個名額 而蘋果代工廠囊括了其中4個 另一個名額由三星公司獲得 而華為、以及OPPO和Vivo的代工廠等大陸廠家 則全部被排除在名單之外 根據印度政府的PLI計劃 製造商得到的刺激資金將逐年增加 以不斷吸引全球的智能手機品牌 到印度生產製造智能手機 在美中貿易戰與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背景下 印度預測有許多國際知名企業 將要擺脫對中國製造業的依賴 印度最大的本土手機製造商 Nava公司的董事長奧米拉表示 印度政府將吸引蘋果公司 將重要的iPhone製造業帶到印度 iPhone生產線的轉移 將帶動整個環境在未來5年發生巨變 印度將在手機製造方面取代中國 Nava公司也申請了印度政府的這項製造業刺激計劃 其他生產這項計劃的印度本土的公司 還包括Carbon Mobius、Dixon科技公司等 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部長普拉薩德 上星期表示 蘋果和三星的手機銷售收入 分別佔全球總收入的37%和22% 全球金融服務公司瑞士信貸預計 在未來5年來 印度將會吸引10%的全球手機生產線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星期一宣布 將在下個月卸任 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發文 感謝布蘭斯塔德在過去3年多的服務 並讚揚布蘭斯塔德為重新平衡美中關係做出貢獻 請聽報導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星期一表示 他將在下個月初卸任大使一職 布蘭斯塔德說 能在過去3年多代表美國總統和美國人民 我感到格外榮幸 我最為自豪的是為達成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以及為美國社區帶來切實結果所做的工作 我們的目標仍然是為美國家庭帶來有意義可衡量的結果 我們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並將繼續爭取更多進展 布蘭斯塔德說 我們正是重新平衡美中關係 以令它公平、對等,並在兩角都推動積極的增長 美國駐華使館網站星期一刊登聲明說 布蘭斯塔德上個星期跟總統川普通話時 確認10月份離職,並離開北京,返回愛荷華州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連發多條推文 感謝布蘭斯塔德任職駐華大使期間的貢獻 並表示總統川普委任他是因為他和中國長期有往來 令他成為代表川普政府的最佳人選 在美中這段重要的關係中捍衛美國利益和理念 蓬佩奧讚揚布蘭斯塔德對平衡中美關係的貢獻 令兩個關係變得互惠和公平 並對美國未來幾十年的亞太地區外交政策有正面影響 蓬佩奧表示 布蘭斯塔德大使為重新平衡美中關係所做的貢獻 將會在未來幾十年間 對美國在亞太的外交政策產生持久積極的影響 現年73歲的布蘭斯塔德在擔任駐華大使前 是美國愛賀華州州長任期長達六屆 是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州長 而布蘭斯塔德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有私交 川普上台後委任布蘭斯塔德為駐華大使 布蘭斯塔德攜家人在2017年6月抵達中國就任駐華大使 近期布蘭斯塔德以基於對等重製中美關係為題 讚寫署名文章 並向中共《人民日報》投稿 但是被《人民日報》拒絕刊法 蓬佩奧批評《人民日報》的做法 暴露了中共對言論自由和知識分子的恐懼 反映出中共的虛偽 235名前美國軍方領導人近日聯名簽署了一封信 表示支持川普總統競選連任 信中還將2020年大選 稱為自美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總統大選 請聽報導 川普競選團隊星期一對外公布了一封來自美國軍方的信件 這封信的簽署者中包括退休的陸軍和空軍將領 以及海軍上將等235名前美國軍方領導人 這封信支持川普總統競選連任 並對美國目前所面臨的危險提出了警告 這些前軍方領導人表示 他們認為川普總統給他的民主黨競選對手 更有能力應對美國面臨的危機 信中說 作為美國軍隊的高級領導人 我們都曾經宣誓要保護美國不受任何敵人的傷害 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 而目前美國正面臨國內外的敵人 以及百年一遇的疫情 作為退休軍官 我們認為川普已經受著其他總統很少經歷過的考驗 而且他已經被證明是能應對這些危險的領導人 信中還警告說 美國面臨的這些危險 也包括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激進的左翼意識形態 信中說 由於民主黨歡迎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岌岌可危 這些退休的軍人領導人還表示 民主黨是邊境安全 伊朗核協議和治安方面的立場 也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除此之外信中還提到了 歐巴馬拜登政府時期的軍事預算削減措施 並警告說 現在民主黨人又再次承諾削減國防開支 這將削弱美國的軍事實力 川普競選團隊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在被歐巴馬拜登政府忽視多年之後 我們的軍方服役人員和退伍軍人 終於在川普總統身上找到了強而有力的支持 聲明說 川普政府重建了軍隊 徹底改革了退伍軍人事務部 並啟動了開創性的舉措 來幫助軍屬和防止退伍軍人自殺 聲明說 而相比之下 喬·拜登是軍隊和退伍軍人問題上的工作記錄 就是一個失敗 歐巴馬拜登政府削減了預算 使外交政策決策失敗 沒辦法為我們國家的英雄們 提供他們應得的高質量醫療保健 歐盟官員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星期一召開歐中峰會 會議以視訊方式進行 歐盟是今次會議上以貿易、港版國安法、人權 當前疫情和南中國海等議題 步步緊迫習近平政權做出改進 請聽報導 歐中峰會星期一登場 歐盟領導人星期一告訴習近平 歐盟將不會再被佔便宜 並要求中方與歐盟建立一個更公平的貿易關係 歐盟理事會主席夏爾·米歇爾 在與習近平進行視訊峰會後對記者說 歐盟需要成為一個參與者 而不是一個被人玩弄的場所 米歇爾所指的是 歐盟越來越意識到中共沒有履行去參與公平和自由貿易的承諾 在峰會期間 米歇爾告訴習近平 這亦意味著創造互惠和公平的競爭環境 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在峰會後召開的新聞會上說 這次與中方的峰會是坦誠、開放的 他強調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尤其是在對電信、IT和衛生方面的市場准入 馮德萊恩表示 我們的投資者在這些關鍵領域面臨太多的壁壘 這是要中國重新平衡不對稱的問題 亦是開放我們各自市場的問題 當前,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每天的雙邊貿易額超過10億歐元 中國則是歐盟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而歐盟近來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要求其對中共更強硬 德國大埔法蘭克福匯報在歐中峰會召開前夕發文說 歐洲輕聲批評中共的年代已經結束 最近對北京的風向有所改變 鑑於中共越來越封閉和強勢 歐洲的立場也應該強硬起來 法蘭克福匯報分析 北京的宣傳機器視西方為敵人 極力排斥西方的影響 並懲罰違背中共利益的外國企業 不怕用人質外交對付其他國家 鑑於中共如此強勢 歐洲的立場也應該強硬 不排除像美國一樣對中共實施制裁 美國國務院星期一表示 將美國人前往中國或香港的旅行諮詢 從請密前往下調一級 仍保持在重新考慮旅行的第三級別 國務院特別警告是中國有任意被執法和禁止出境的風險 請聽報導 星期一,美國國務院表示 由於中共病毒和中共當局在地方任意執法 建議美國人重新考慮 前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 且在計劃任何國際旅行之前 請先閱讀美國國務院的疫情網頁信息